Intel第11代的处理器表现如何呢? 它内显示粉能够代替独立显卡呢? 如果使用内显就可以有不错的游戏体验 那么gaming laptop还有人要买吗? Hey guys, my name is Min 我相信打开这部影片就想了解 AXS Riverbook的表现如何 性能好吗? 可以用来玩游戏吗? 学生使用适合吗? 办公工作使用OK吗? 把影片看下去,我会告诉你更多 先订阅关注我,我的频道是分享一些科技哦 主要是提供我个人的键和购买值呢 不然我们去做选择 还有就是你们可以去follow我的Facebook 那里会有很多的科技能分享给你们 所以你订阅了吗? 欢迎收看虚拟开箱 首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点也是最明显的地方 就是外观 外观 这一次呢,总共有三个配色 黑色,金色和银色 颜色主要就是在A面呈现出来 这三个颜色呢,其实是比较高级的颜色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你看iPhone的颜色 只有Pro level才会有金色和银色 若是normal的,都是colorful的 像之前有看过的AXS Riverbook都是colorful的颜色 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weaverbook upgrade了呢? 那我们再看看upgrade了什么吧 在A面的右侧呢,就是写着一个AXS Riverbook 接下来呢,就是来到了B面 在B面呢,就是一个15.6寸Full HD的屏幕 60Hz anti-grade panel 在色域表现呢,是45%的NTSC 所以就是普通一款的低色域屏幕 其实低色域屏幕也没有怎样 如果你是普通用户,没有一些专业的图形图像工作 其实低色域屏幕呢,对于普通用户使用者是没有多大的影响的 但是如果你有专业的调色需求,当然是建议使用更高的色域屏幕 有一点令我失望的就是它的屏障比 这样还跟之前的版本一样是84% 该怎么说呢? 虽然是没有讲啦,但是更大的屏障比绝对会有更好的视觉体验 然后就是C面 键盘的部分 键盘是全尺寸的 有Numpad 1.4mm的KidTravel 老实说我个人觉得其实AXS的比例都把键盘做到不错 就算是1000多块的,2000多块的 相比其他的品牌在同价位感觉上是更好的 这个键盘也是有背光 nice 在环境使用非常方便 在Travel的部分就觉得比较小刻一点点 它是比较正方一些的 就普通吧 指纹解锁是在Travel的右上角 其实像华为Matebook指纹和电影二合一的按键其实真的好用很多 开机从此就能够解锁电脑 从华为ONOR的笔电呢,我在其他的品牌好像都还没有看过 处理器 处理器是搭载i5-E35G Saber 哇,这个是Intel第十一代的处理器 嗯,不知不觉 它是一个四核心八线程的处理器 常用的是改进后的10nm Superfilm的工艺 其实Intel在这之前就翻车了很多次 这一次不懂可以不可以玩玩一些些的尊严呢 第十一代的处理器也就是全新最新的 HIGERLAKE架构 这个处理器最高支持64GB RAM 支持两种RAM就是DDR4-3200或者DP DDR4-X4267 越高的频率也会提高性能 我以前觉得这个没有很重要 但是现在才知道其实是有影响的 我们先说一说它的内衔也是全新的 Iris Xe 这个内衔相比之前的Iris Plus Intel UHD 都有提升 不过性能发挥好不好 就很抗RAM的频率 或者它也有独显的选择就是 MX350 MX350的性能相信大家都比较了解 对于新兴游戏来说很OK 效果明显比内衔更好 它也就是使用NVIDIA的显卡 你在使用Premium Pro剪辑 又有QDA的加速来提升使用性能 效果虽然是不错 普通剪辑视频是OK的 但是Heavy Editing 真的不是那么的建议 但是有了这个MX350 这样都会好过使用内写 所以编辑照片使用Photoshop也没有问题 储存 在储存方面就是配备了513GB的 M.2 MM1 PCIe 3.0 SSD 表现目前我还找不到资料 它还有一个2.5寸的位置 可以用来放SSD或者HDD 是非常OK啦 但是我觉得把那个位置放更大的电池来提高续航才是更明确的选择 RAM RAM就给到了8GB的3200MHz DDR4 高频率 Nice 这很重要如果它使用2400或者2666的 这样只会拖累它除息的性能发挥 Io接口 在Io接口的部分呢右侧就是有两个USB2.0 2.0 嗯 讲究一下吧 右侧就是有电源接口 HDMI USB-A USB-C 没有Thunderboard Audio jack 和一个Micro SD card reader 这是一个把大部分接口放在右边的设计 哎呀 这有点不好啦 为什么不好呢 如果你的接口都在连接着Vaya 你使用滑鼠的时候 就会有点阻碍 最聪明的设计呢 通常都会把它们放到左边去 这个笔电呢 比较特别的就是有Micro SD card吧 但是Fullside的SD card reader其实会更加使用一些对我言啊 这还是要看个人的使用需求 续航 这个ASUS Revolve 15是配备了42Wh的电池 这个容量呢在现在来说呢并不是很好 续航时间大约是在6个小时左右 如果它要留下那个2.5寸的位置 自己用上更大的电池 其实这样子呢就更加好 可以放一个58hr的也不错 续航一定可以再提升的 重量 重量是1.7kg 嗯对于轻薄本来说呢真的不算轻 我觉得这个重量呢真的需要再减低 大概在1.5kg就比较成的上轻薄本笔电 除此之外呢它的厚度也不薄 18.6mm 比起华为的真的是厚了一些 这些真的需要改 在无线连接的部分呢有WiFi6 需要很多地方的网络都还不需要 但是位于丑谋吧 然后有蓝牙5.1 Nice 性能释放 这个笔电的性能释放算是OK 温度也很好 可以保持在适度以下 相比前一代的性能呢大约提升了40% 有了新的风扇页片能够增加空气的流露 来提高散热性能 Nice 这款笔电呢你也可以调节模式 你可以选择Performer Mood Balance Mood 或者Whisper Mood 在软件的方面呢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东西 就是AI Noise Cancellation 这个呢就当你video call或者voice call的时候 可以cancel一些环境的noise 然后只保留人的声音 效果真的是不错的 所以你在户外吵杂的环境 这个功能就很实用 这个是新的吹息的功能 还是Windows的功能我有点忘记了 在现今的时代呢很多科技产品都要配合完成工作 虽然像是电脑与手机之间的交互操作也越来越不变 虽然ASUS B10呢就有MyASUS的功能 可以让你把手机投屏到电脑上使用 也可以存实文件等等的 接听电话也OK 所以应该就和华为share都是差不多的 重点是这个MyASUS它没有限制你使用的手机 只要手机可以下载Link toMyASUS的app 就可以使用这一功能了 所以是很棒的 它不限制于手机的品牌 可能也是因为ASUS的手机很少人用吧 Zenfone 这也都去哪里了 所以呢就除了ROG Phone比较OK而已 在售价方面呢内显的版本呢就3099 而独显的版本是3299 我更是建议直接拿独显的版本 性能会有很高的提升 如果你是用来玩一些游戏 剪一下Video用一下Photoshop 都比较OK 关完结我今天放在影片底下 不客气哦 总结 总结来说呢ASUS Beaver Book 15K513 这次虽然是没有很大的惊喜 外观几乎没有改变 但是水器更新 性能也有提升 没有记错的话呢上一个版本呢 指纹就说好像是不见了的 这次呢又回来了 Nice 内显相比之前的版本呢 是有所提升的 但是我更建议还是直接使用独立显卡 会有更好的体验 如果你们觉得这部影片对你们有点帮助 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更多的科技能 最后会有请你开箱 分享我个人的意见 提供购买指南 当然除了变地开箱呢 我会尝试就有有趣的产品开箱 所以让厂商干爹 都可以找我 应留在这里 有任何的疑问呢 欢迎告诉我 我今年发文的去了副门 不过不是每个都可以马上回复啊 所以可以follow的IG哦 在我在IG里分享一些 这些科技能有科普知识 所以一定要去follow 最后呢分享到这边 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你好我是min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这个视频